日本冲绳县冲绳空军基地外的一架F-15C英式战斗机坠海 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的上午6点30左右 美国空军发表推文表示 飞行员成功弹射从海洋中被救起 但日美表示一名飞行员获救 另外一名正在寻找之中 美国空军发表推文表示 美国空军驻冲绳加首纳空军基地的F-15C F-15D英式战斗机 是第18连队的一部分 被广泛认为是在该地区部署的美国空军前沿部队的毛尖部队 第44和67战斗机中队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训练有素和最有能力的 空中优势战斗机部队之一 目前加首纳也是来自阿拉斯加的14架F-22猛禽的临时住所 他们作为战区安保依览协议进行前方部署 在该基地时与三个前线的F-15C F-15D部队中的两个一起工作 所有这些部队都驻扎在国外 这将是F-22飞行员的一个高度优先事项 因为如果出现重大危机 他们必须一起战斗 目前还不清楚F-15在坠海时发生了什么情况 该地区的天气条件一直很差 正常训练的时间较短 空军并未通报是谁把飞行员从海里救出 尽管第18连队有一个HH-60J执行飞行员搜救的第33救援队随时待命 美国空军的F-15C F-15D机队近几年进行了升级 包括新驾驶舱显示器 狙击手瞄准吊舱和先进的APJ-63V-3AESA雷达系统 在精英的倡议之下 升级目标是为未来几十年持续执行任务的大约200架F-15C配备新装备 但是这个计划现在被怀疑是其升级路线图的一个主要部分 可以说是除了雷达之外 它的最重要的功能已经被无限器的搁置 这一昂贵的升级包括一个新的数字雷达预警接收机和电子战套件 这将提高英式战斗机在敌对环境中的生存能力 根据新的计划 只有F-15E攻击英才能获得这一关键系统 就在几天前 文件显示美国空军打算在未来几年内推议整个F-15D和F-15C机队 尽管这一决定在国会将面临强烈反对 用升级的F-16取代F-15C F-15D机队的可能性 去年就有人提过 至少可以说是一个很有争议的话题 今年以来美军频频发生重大的航空事故 坠毁飞机多架牺牲多人 简直大有赶超印度的趋势 而坠机机型射击战斗机运输机直升机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